第七题电中性物体经摩擦而带正电时 有关此物体再正电的成因下列何者正确 这个我们在国二就已经学过了 在学静电的时候又再学过一次 东西平常会所谓的电中性 因为它的直指数跟电子数是一样多的 而会带电的原因就是因为得失电子 得电子的会带负电 失电子的会带正电 所以得电子的电子数会增加 失电子的电子数会减少 失电子的带正电 带正电是因为失电子电子数减少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 有关此物体再正电的原因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电子数减少